这是一部真正教你打仗的电影 全片两个小时 就足足打了两个小时 真是还原了战争的本貌 让观众看到 一场战争不只是两方兵力的较量 更有兵种间的相互配合 而如此大动干戈 却仅仅只为了一个观察点 片中双方以黄白袖章区分敌我 白队是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 作为进攻方 任务是必须在两小时内 攻占此区域最高楼层 从而获得敌军 203毫米苏2C7自行火炮的方位 但想要到达观测点 前方还有三栋大楼 均在敌军控制范围内 由此双方展开巷战 白军先是从一号楼开始进攻 但敌军火力凶猛 根本无法向前半步 因此申请榴弹组的支援 随着榴弹组的介入 驻守此地的敌人瞬间锐减 幸存的士兵当即选择撤退 白军眼看时机成熟 已具备进攻条件 下一秒 更麻烦的是 早在三公里外 敌军早早准备好了 120毫米迫击炮 等待白军进入攻击范围 现在白军的现状犹如瓮中捉鳖 但经验丰富的士兵一眼就看出 这是120毫米迫击炮 其有效范围只有方圆三公里 于是士兵把坐标汇报给总部 总部选择调用 122毫米第30榴弹炮进行反制 虽然暂时摆脱敌军的迫击炮威胁 但局势仍不乐观 因此派出T-72B向式坦克和BMP一部兵战车 T-72B向式坦克紧一炮 就将楼房瞬间贯穿 紧接BMP一部兵战车 对着敌军楼层疯狂仿射 为了应对 黄军投弹手立刻上前支援 T-72B向式坦克直接丧失行动能力 随后 敌军的空中配合 直接让坦克原地报废 没了强力打击条件 突击组只能继续向前 采用CQB战术 对楼房的敌人进行清剿 在真实的楼房空间战中 根本不会有人用脸探路 以瓦格纳雇佣兵组成的白军 先是用守卫试探 然后采用CQB战术向前突进 可敌人早已埋伏已久 但由于此前的强力打击 敌军驻守此地的剩余兵力并不多 因此很快就占领了一号楼 随后他们在搜刮弹药的同时 发现了一件敌军重要设备 有了它 就能知道敌方每一步的动向 再确保一号楼内里没了威胁 白军继续向二号楼突进 但他们并不打算从大门进入 而是选择从侧面进入 这样不仅可以打开突进的通道 还能将墙后的威胁清除 但通道打开后并不着急进入 而是先要确保前方安全 这次同样采用CQB战术向前进攻 两人一组 错开换弹时间保持火力输出 但由于敌军火力凶猛 根本无法深入 于是爆破兵来到隔壁房间 在这里安放炸弹 从侧面打通 效果果然奏效 这么一来 白军就已成功攻占了此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危险正悄悄到来 白军士兵健壮 联盟请求AGS榴弹组的支援 AGS榴弹组暂时为突击组摆脱了威胁 但随后 敌军直接调用120毫米迫击炮 对此区域无差别轰炸 白军依旧无法继续深入 但此时 敌军的对讲内传来一个好消息 这是战争中最憋屈的死法 没有之一 仅仅不到一秒 炮兵瞬间化作一缕青烟 这一切被白军悉数听进耳中 队长当机立断 趁此间隙直接突进至三号楼 这冒然的闯入郑重敌人下火 敌军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当一进来 白军的一名士兵就被打穿了动漫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掏出手雷 打算燃尽自身最后一丝架子 下一秒 双方的交火十分激烈 但敌军士兵知晓白军任务目的是占领四号楼 于是 敌军直接撤兵至四号楼 并且让战友在通道出口处做好埋伏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对话被白军禁收眼底 白军士兵看着敌军的操作 有模有样地跟着赵总 然而蹲守的士兵明明发现了不同 却又毫无作为 就是这一错误判断 直接导致四号楼的第一层 被白军瞬间攻占 这么一来 剩下的只有五楼的敌人吗 但他们来到四楼发现 敌军的防守十分森严 根本无法向前半步 于是白军另辟蹊径 只见爆破兵来到一个无人的房间 随后爬到高处 将炸弹安放至天花板上 下一秒 酷鸡兵直接上前 这么一来 基本已经完成任务 而在网上已无敌军的部署 但每一处攻占的距离 都有白军士兵驻守 他们不知道 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奠定 而士兵的荣誉 更不允许他们现在停止交火 另一边 敌军总部得知据点失守 为了不能让白军得逞 派出两台坦克准备将四号楼整栋摧毁 即便楼内还有自家士兵 但在大局面前 士兵也算是英勇牺牲 可白军早已料到 T-72B像是坦克早早在此等候多时 仅仅两炮 敌军坦克当场爆发 随着观察手爆出 敌军203毫米 苏2C7自行火炮 勺要的方位 白军苏2武攻击机 根据坐标范围 发射数发定位导弹 结束了这场战争 而如此大动干戈 死伤惨重的交锋 仅仅是为了得到 一个观察方位 阻止 而食尾 尽力尽 在此之外 但担心 三心 二人 随便断 阻止 几乎 阻止 阻止